左派想要利用宗教来执行他们的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爱 现在的左派的天主教教宗 把他搞得好像是他支持堕胎一样 这个也是完全是胡扯的 他好像很左派没错 但是 Pope Francis 很明确的说 堕胎就是在杀人 就跟你请一个杀手 杀死你的敌人一样有罪 不过不管怎么样 跟左派讨论宗教观点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突破 因为他们不信就是不信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就是要用世俗的观点 来跟他们对话才可以 CNN的主播Dana Bash 邀请了阿肯萨斯的州长 Asa Hutchinson 她问她 如果我们毁了Roe v. Wade 如果我们把堕胎变成一个犯法的行为的话 穷人变多了怎么办 Arkansas already struggles to support vulnerable children nearly one in four children in Arkansas lives in poverty 超过4,600孩子 都已经在你的国家 的抑制保障系统 你真的认为 你的国家 是准备在保护 和保护更多的孩子 如果疫苗变成一个犯法的行为? 各位可以听出来 刚刚那个问题有多邪恶吗? 刚刚那位CNN的主播问的问题 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 杀光穷人 他就是在说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啊 感谢堕胎合法 穷人可以杀死他们自己的小孩 这个样子 社会就不需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了 不需要一个没有人爱的小孩 一个负担在这个社会上 这个样子就可以省下 很多纳税人的税金啦 所以 州长大人 你准备好 要喂养那些穷人了吗? 你真的想要吗? 让穷人活下去吗? 这个 Asa Hutchinson 其实也是个蛮 蛮弱的共和党人 所以他好像 不太知道 怎么诠释他的答案 当你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问他们说 杀死穷人就是你要的吗? 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 穷人死光了不就好了? 而且 这真的就是他们的问题 我知道 因为我之前也是这个样子想的 我之前也是这个样子问基督徒的 因为我为了把妹 读了一堆好多什么 女人的什么女权的书 这是非常基础的左派观点 就是那种 你知道的啊 在城市里面那些 你懂的 他们很多 长大之后可能坐牵犯科耶 那边的环境也不好 那边的那个 堕胎率又这么高 那我们就 持续提高堕胎率就好啦 这个样子 你想想看 犯罪率也会下降 救济金的花费也不会这么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杀死这些婴儿啊 因为 他们 或许长大 不但对这个社会没有帮助 还会造成社会负担耶 呃... Yeah 这个想法实在是太邪恶了吧 你想想看 这跟那些 变态杀人狂 自己围在社会上面做善事的人 有什么差别 跟希特勒 斯巴达 斯达林 毛泽东 柬埔寨的 Polpot有什么差别 就是这么自私 就是这么恶心 这个就是整个堕胎的议题的重点 我们要的是一个自私的社会 还是一个行善的社会 不管他们是怎么样帮堕胎辩护的 最终就是关于 自私的不负责任的性爱 自私的我想要完全掌控我自己的身体 就算是因为我的行为而造出来的生命 我也要有权利可以把他杀死 自私的可以这样杀死生命 这样子我才可以追求我的人生 我的事业 我不愿意牺牲任何事情 就算为了我的小孩 我也不愿意 他们是来花我的钱的 他们是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不方便的 他们是让我不能随便出去玩的 自私的可以随时放弃一切 不顾任何的责任 这个就是左派一直以来想要的 我我我我我我 我的权力 我的权益 我的自由 我的事业 我的金钱 我的人生 从来就没有人讨论过 我的责任 没有人讨论过 为了自己的小孩牺牲 有多么满足 而且是一个多么美满的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父母都知道 有小孩就一定会有牺牲 但是我们不太讲这些东西 左派更不会讨论这些 支持生命的观点是什么 反对堕胎从来就没有说 你不需要任何的牺牲 你不需要牺牲任何东西 没有说你的生活不会变得更不方便 支持生命没有在说你的小孩是天使 你永远都不会有负担 支持生命的只是在说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们的频道常常讨论到生命的权利 但是整个反对堕胎支持生命这个运动是在说 我们应该要有责任 我们要做善事 而且我们要有责任 我们的人生是有什么意义 我们要怎么传承这些价值观 勇气、信仰、信念给我们的孩子 但是对于像CNN上面这个主播来讲 是很恶心的 EW! 穷人会有小孩耶! 为什么不直接杀掉就好了 他们会长大耶! 会很恶心耶! 很穷耶! 很脏耶! EW! 我可能还会要缴税来养他们耶! EW! 这个就是支持堕胎的想法有多邪恶 为了自己的私欲的欲望还有信誉 不负责任的来杀人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再被问到了 男家儿童合唱团 现在开始报名了 男家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9到12岁 以及13至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626-779-6767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填写资料报名 记住在报名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 你是看到AI News来报名的 会有一部分款项 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